我想花5分钟讲一下这本书的Section 2 这个章节主要是介绍了一些DP中的一些Basic Terms 首先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然后从这个例子开始可以帮助更好了解DP 它是一个有关硬币翻转的问题 首先对于你需要制两次硬币 在第一次制的硬币当中 如果它是Tel的话 你必须录出试试 然后就不会再进行后续的操作 如果它是Head 你就会进行第二次操作 然后会根据不同的结果 然后你会回答Yes或No 然后这里重点其实是第二次的操作 因为第二次的Yes和No 不取决于任何真正的事实 只取决于硬币翻转的效果 也就是说假设第一次它是Head 然后第二次本书是Head 那就可能让你回答一个偶然的Yes 也就是说这个Yes可能它不是正确的 然后我们这里把这个概率 就是作为事故的概率 就是25%就是四分之 然后设置一个新的True Scale Parameter P 这个P是真实的Yes 占比总共可能结果的Yes中的一个比例 然后可以借助我们定义这个Parameter 算出True Yes的概率 也就是这个四分之一乘上 因为这个四分之一是我们刚才得到的一个虚假的Yes 也就是Force Force Yes 然后这里得到它的结果是四分之一加二分之P 然后接着我们可以将它和DP关联起来 首先Yes就是根据DP的定义 它的分子部分就是我们刚才得到的结果 分母部分就是这个True False的结果 然后证明是Yes和No的结果 然后它们中间的Max是当P取到0或者1的时候 小于这个Exp的Epsilon 最终得到对于这个DP的结果Epsilon等于N13 然后下面是Section 3.2的一个例子 也是说明了如果将Flipcoin和DP结合起来 OK 然后DP本质上它是一个定义 而不是一个算法 比如说对于纯粹的定义 它是想在一个Task底下完成Epsilon的隐私的要求 只有当你当讨论特定的Algorithm的时候 才会引入那个Delta的Parameter 因为Delta是用来描述这个DP的算法 失效的可能性的 然后这里又定义了一个新的Mapping 也就是将事件Mapping到这个实数据上 也就是这是一个概率论中的一个问题 然后这里就定义了L1Norm 分别是衡量数据集之间的这个Difference 然后这里定义这个的目的 也是为了说明这个DP的Definition 然后当Delta在用力的时候 它是一个Parameter 然后这里有新的概念是ProbacyLoss 它也是用来衡量 就是对于不同数据集中DP的一个程度 然后这里其实就是Y和X分别是两个Database X中它可能含有这个 我们想要讨论一个特定的点 外中就没有这个点 然后他们的 这也是其实也是DP定义的一个应用 可以用来衡量这个Privacy的程度 然后这里有个Preposition 可以看到它进行了 它想说明的是 就是在一个DP的算法 就是你对它怎么或许处理 都是不影响它的DP的结果的 它这里可以看到 就是对于一个Dimension为X的 一个这个这种数空间上的一个函数Mapping 这个其实也就是Database到这个实数 也就是之前定义的这个 概率的一个形式 然后我理解这里其实还是把DP定义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了一遍 然后这里比较三个DP比较三个重要的基本性 就是第一个是Compensation 然后在后面Section3中介绍了一些Lamma 对多个DP相加的结果是符合一个什么样的定理 然后这个是groupDP 比如说它的核心就是DP 就是多个算法DP的结果是和它的这个Size 然后就是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一个DP的算法 对它入成核进行或许的操作都不影响它的DP的进行 然后它这里从Sality Theory的角度去证明了这个观点 也就是DP的效用 可以理解成DP的一个保持有效的范围 然后这里证明其实很简单 就是将这个期望的函数展开了 展开写成了DP 把DP的定义带入了这个效用函数的表达式中 然后得出了它的一个二十棒 然后最后也是两个兴趣 一个是它的这个力度问题 这里首先要需要定义一个社交网络 就是将一个社交网络每一个不同的点定义为不同的人 然后点之间的联系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友谊关系 如果你在这个社交网络中删除一个点 它会涉及到很多线的变化 这个时候它就是你删除一个点的影响变动会比较大 当然如果你只讨论一条线的话 也就是两个特定点之间的友谊 你删除对整个网络是不造成很大影响的 然后如果将就把这个放到DP的角度来看 就是你在单个节点上实施了DP 会提供更多的这个privacy 因为个体的这个完全加入 或者说你把它移除都会 它的输出都是有限的 但是这种对个体的删除可能限制这个整个database 分析的一个有效性 也就是说可以理解成它的privacy loss的upperbund是有一定上限的 但是如果你只删除这个整个社交网络中点点之间的友谊 那它可能这个privacy loss的upperbund就会大一些 就可以简单理解成它更灵活一些 然后就是对于这个它的一个parameter epsilon的讨论 就这里的结论是如果epsilon很小 就即使这个算法没有达到epsilon就是零的一个DP 但是它也不会造成一些严重的privacy泄露的结果 呃这里其实简单来说就是epsilon还是越小越好 ok我讲完了就是section2它的一个basic terms ok这个section2 你大概看了多久讲就是这个类的东西 嗯大概只有一个多小时的样子 oh i see 嗯这个文章一共多少页这个paper这个book 嗯这个book我觉得是150还是160页就可能大概是这个区间 然后你现在讲一个section的 嗯对然后到section2为止大概是30页也不到的样子27页还是28页 ok你估计需要几个slides把这个整个数讲完了 嗯我觉得我觉得需要10个左右 okok行啊挺好的 明天你可以来教我讲下一个slide 这个感觉都是一些basic的东西 是的从第三章开始它才介绍一些比较数学的东西 我就说为什么这些东西看了我都懂了 第二章其实就一个 然后主要就像让你通过那个flipcoin了解一个EP的思想 对大概是 明天你来给我讲第三章 ok行没问题 拜拜 拜拜 拜拜